大家好,我是Hidy iPhone 11 Pro是13日預訂 20日可以第一天拿 我今年終於起心缸換電話了 其實如果你想看一個很專業 很多對比的review的話 這條影片是絕對不適合你的 因為我是一個科技白癡 而我對上一部電話 就是這部還有玫瑰金色的iPhone 6s 是2015年出售和買的 所以對我來說是一個科技大躍進 我自己需要一段時間去適應 但我今天想用一個科技白癡的角度 就跟大家去參考一下 究竟這部電話 iPhone 11 Pro 值不值得買的 我自己買的這部 就是11 Pro 64GB的 Midnight Green 我選這個顏色的原因 就是因為我曾經擁有過 黑色、白色、玫瑰金色的iPhone 所以有新色 我又覺得 為何不去試一下呢 以女生的角度 第一件事 就是看它美不美觀 我自己是喜歡 這部iPhone 11 Pro 比去年那部10s 因為 去年10s是玻璃面 但今年做了一個磨砂玻璃 我覺得質感上 是高質很多的 我們做一個很無聊的對比 應該沒有人會對比這麼舊的機器 但因為我用了這部6s 畢竟四年 快要五年了 所以我一隻都習慣了 其實是一隻手 可以由旁邊拉到另一邊 而且我習慣了有這個超級舊的按鈕 而11 Pro這部 可能你們用10s 已經很習慣它全部都是螢幕 所以對我來說 其實螢幕位置大了很多 但這部是重很多 很聚首 而且我的手是去不到邊緣的 不可以完全一隻手掌握了整部電話 這部11 Pro今年換了A13的CPU 很快的 其實我這樣一拉上去 是完全一秒都不用 就已經可以開到的了 但我也覺得有一點失望 就是它沒有螢幕的指紋 所以全部東西都還是要用Face ID 有很多人都會追求越來越大的容量 有些人買25-6GB 甚至是5-12GB 為什麼我到現在這個時間 都還可以買到64GB呢 其實我也想跟大家分享 iCloud是真的很好用的 現在的手機鏡頭越來越厲害 所以如果有11 Pro可以拍到4K的影片 其實它們需要的充電 都會越來越多 就算買到25-6GB 或5-12GB 如果你本身的充電 已經用到77-88GB 你再砰帶 其實砰帶也不是很多 我和你計算 如果我要買一部25-6GB iPhone 就$9,899 而我這部64GB 就是$8,599 它們的相差是$1,300 如果我把一部64GB的電話 加上200GB的iCloud 就是$23一個月 如果$1,300除了每個月23元 可以用到56個月 即是多過兩年的時間 你就可以把電話變成264GB 因為它是自動配置iCloud 有個缺點就是 如果你在飛機或一些沒有網絡的地方 就未必能看回以前的相片 但只要你有網絡 就看那些相片很流暢 為什麼我會選擇買11 Pro 而不是iPhone 11 就是三個鏡頭 待會我會帶這部電話出去 嘗試一下拍攝質素 其實我這部影片一定是最耐性的 有很多人應該都已經拍了影片 上載了給大家知道 他們的質素是怎樣 我待會就會嘗試去沙灘 我想看看它的收音是怎樣 因為我看過的質素 其實他們拍片應該是很漂亮 特別是現在日後 你4K應該是不能去挑剔的 現在我用的是我以前的6S 但我是想給大家看看 他們這4年來是有多進步的 嘗不行 背光很醜 這樣會比較好 因為應該沒什麼好比較 應該都比較差 那我現在就試一下換部11 Pro 好了 現在這一部就是11 Pro的畫面 其實我不懂看 我看畫面就覺得這一部現在清很多 然後就闊了很多 因為其實整條路都看得光 整個沙灘都可以拍光 我想給大家看看 它有沒有避震的功效 因為我的手很重 你看到我走每一步 它還是要拋住我 因為我的手拋住我 因為我真的不夠力 它超聚手 好了 現在這個畫面就是用我自己的相機 就是Canon G7 X Mark 3去拍的 我自己去看 其實我覺得Canon這部相機 看上去畫質是再細緻一點 有一點點顏色上面的不同 因為剛才iPhone好像比較黃 這一部就會比較光白一點 好 今天就從外景回來 不知道大家覺得剛才畫質是怎樣 我自己還沒看 所以我也不可以做什麼很大的結論 但是憑我剛才用的11 Pro和相機比較 我覺得還是有相機的差別 我自己就認為 Depend on你現在手上是用了一部什麼電話 如果好像我這部電話 已經是4年前 3、4年前的話 我覺得換是無可厚非的 但是如果你說我的預算不太大 不想換11 Pro 我只想換11的話 我覺得那些錢是可以省回到明年 因為也是那句啦 明年會有5G 然後11又沒有三個鏡頭 只有兩個鏡頭 顏色我覺得比去年 所以11 Pro這一部 如果你是沖著鏡頭的話 看看有沒有必要性 不然我也覺得可以暫時 各一各自 然後等12個月之後 又一條好巷再出 有5G 那就已經非常之好 今天就完全是一個科技百姓 沒有概念的購物 都算是 因為都不是什麼用後感 因為未正式用 大家有沒有同樣的煩惱 就是當你用了一部電話 很有感情的時候 突然間要換這部新電話 很踴躍、很爽手地買回來 但是沒有換的衝動 希望大家喜歡這部影片 如果喜歡的話 記得按LIKE和Subscribe 我的頻道 每個星期都會Upload兩條新片 同星期六下午3點 以及星期日下午12點 那我們下部影片再見啦 Bye Bye 下部影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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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utton 就下部影片